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兴岡校区的国防部星战大队 看到我后头非常华丽的宣传车有没有 还有旁边各式各样的国军车种 到底这些车子是拿来做什么呢 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国军非常强大的文宣装备 但星战大队到底是什么样的用途呢 今天我们特别有请到星战大队的副大队长 周上校来为我们做介绍 我们有请周上校 欢迎 主播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星战大队 不过上校啊 星战大队到底是要星战拿来做什么用的呢 OK我们星战大队前身是政治作战总队 在民国44年的时候成立的 所以民国44年到现在是几年呢 六十几年 66年答对了 星战大队是一个很特别的单位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我们有五个中队 但是我们五个中队的任务性质都不一样 像是汉声广播电台 广播宣导的 是我们的一个中队 那我们有个中队专门在做敌情研锡 在做这个敌情的判断 钻写报告给长官做决策的参考 决策的参考 是的 那么我们也有单位一些成品都在YouTube上看得到 像是军屋小兼兵 或者是像举光元力的一些单元剧 也都是我们的产品 那么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战斗车辆啊 其实也是我们战术新战中队的车辆 那么你刚刚说的你的专属舞台 这个呢是我们第五中队的装备 这很厉害第一次看到耶 不过当然这个舞台车酷衰酷 我看到旁边还有很厉害的车种 它看起来是车子又不太像车子 这个车子是什么车呢 你说那两边上面有的那个叫做扩音器 那个是我们的新战寒话车 也是我们今年新街装的装备 这新战里面要有什么用途呢 我们的寒话车的主要的功能呢 是做野战寒话 无论是在平时或是战争的时候 它可以战争的时候做一个新战的工具 那么平时呢 它也可以做用于灾防 或者是做一些广播的用途 它主要的功能是这样 那我们还有看到一辆迷彩车 那个很像是一般货车而已耶 它也可以够资格 真的是要新战大队吗 那个就厉害了 那个东西呢是我们的新战作业车 待会我们可以让你到新战作业车上 体验一下它到底有多厉害 还卖个关子哦 是的 不过当然呢 我们感觉起来新战大队呢 就是展现国防的软实力嘛 那当然呢 新战大队有很大的用途 就是包括让国局可以输压咯 听说今天来到这边 来到贵宝地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表演可以看哦 很厉害吗 除了表演以外 还要让你体验体验 这才更厉害 有挑战吗 是的 放马过来 我不怕挑战的 Go 记得他这句话 新战大队的任务非常广泛 停在广场上的车子 只是众多装备中的部分而已 这回主持人出任务 不只要来看表演玩特技 还要直接在新战大队 进谱播新闻 其实这摄影棚非常特别哦 大家好 欢迎来到能阵 全明星世界的新闻现场 刚刚大家看到 赢座与乐团的表演 还有一公多的表演 这个我当然不熟 不是我的主场 很合理 但是你看到没有 这个来到我的主场了 主播台 播报台 但奇怪 我们是在摄影棚里面吗 但不是在电视台 那我们到底在哪里呢 旁边还多了一个男主播 好我们到底在哪里呢 摄影大哥 请转过来 我们不是在电视台啊 那我们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 王正平忠孝来告诉我们 这到底是一辆 什么样的车子呢 是主持人你好 现在容我为您郑重介绍 我们今年星战大队新筹购的装备 也就是二代星战作业车 是 那这台作业车呢 融合了我们整个星战大队的所有能量 譬如文宣 情报 网络 宣位 配合模组化的装备设计 把它融在这台车上 那同时具备了快速机动科技资讯的特性 可以说现在可以称它为是一个激动的谋略战重器 但重点是啊 我们电影电视台嘛 我们也有主播啊 也有副控啊 那你们呢 我怎么没看到你们有导播有副控呢 所以呢 我们特别要再为您介绍就是我们这个装备里面 它搭载的一项影音工作站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就在旁边对不对 所有的剪辑软体啊 包含这个绿幕啊 然后一些素材 内建的资料库等等 我们都融合在这台机器上面 不是啊 你这个让电视台老板看到了 以后会不会只用这台机器就不用我们了 会不会抢了我们的工作啊 不会不会 主播放心 我们都努力战训本物 不会去抢别人的工作 很棒很棒 这是果军英勇的表现 不过重点来了 当然所有的器材所有的设备 都集中在这台电脑就可以完成了 对不对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新站作业车呢 我们可以看到 演习的时候可以看到吗 还是平常救灾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吗 我们今年筹过了新装备之后 到七月中开始陆续的结装 然后在今年底预计会完成我们的换装训练 预化明年的时候 就会陆陆续续投入国军的各项大小的演训 那平时的话呢 有全民国防的一些活动啊 或者是营区开放的活动 我们也都可以配合到现场去开设一个指挥中心 所以包括一般的民众 我们也有机会可以看到新站作业车了 是未来会有机会 但重点是那当然作战的时候可能也会用到 那这台新站作业车在作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用途可以给国军知道呢 配合现在资讯新里站的发展 那资讯新里站其实就是变成是我们现在新站装备的 变成我们新站部队的一个重点 那配合了我们新的装备呢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卫星搭配卫星的传散功能 然后制作相关的梗图图卡 或者是主播您看电影这个战争电影的时候 部队要上战场 指挥官会对部队激励士气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做一个 文宣 做一个影片 然后传展到各个部队去 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战场景况是怎么样 现在敌人会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预计要做什么 类似这些功能 但如果你不是媒体人也不是国军的话 相信你现在还听得慕傻傻对不对 但是我们国军很贴心帮大家制作了一张 使用说明书 好这个使用说明书 你说这一张手板也是车子制作出来的吗 没错 刚刚就在现场就制作 即时制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新站作业车上面有四大特点 包括快速我们知道 可以在野地独立运作 另外资讯嘛 好可以佩服这个通信机 还有卫星呢 及时来上传 科技的部分我们也很了解 好里面包括大途输出机 制作各式各样的成品 还有机动性 这个机动性就是 新站作业车最重要的地方 没错 以往呢我们都只能在固定的区域内 做任何的新站成品 那现在有了这台车之后呢 我们车上配备了大途输出机 印表机等等的装备 我们开到哪里 就能把我们的新站能量传递到哪里 哇所以呢我们的国军单位呢 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 甚至还有很会 作词作曲作歌的也有哦 你知道我们这个能站全民新世界 里面一首主题曲 居然就是国军制作 诶到底是谁那么样的厉害 有那么有才华 接下来呢我们请正全来告诉大家 哈喽 最初吧 我们就在那 就让我们一起大声地唱过 最想到达的地方 是你许下的愿望 这一刻 别再挥霍 用尽全力也要朝你奔向我 没什么好闪躲 每一次说过 都能成为更美好的我 谢谢举荆 这个声音是不是听起来 就已经特别清新柔柔 也非常好听 在我身边这一位就是创作 我们能站全民新世界主题曲的 军文社的新闻官吕尚瑜 那尚瑜其实得过蛮多奖的嘛 对不对 有个国际大奖 要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我们去年帮毕业生制作 放手去做毕业歌的时候 我们有拿到伦敦的一个MV比赛的大奖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很有实力 这也是我们要重金礼拼 尚瑜的很重要的原因 那当然就是当时要请尚瑜写 能站全民新世界主题曲的时候 其实你卡关了对不对 对 为什么会卡住呢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军人的形象来讲 它是一个药圈方面呈现的东西 所以它是非常的广泛 所以我们也思考了很多面向去撰写它 对 但是一开始都没有办法去很全面的去做一个描写 就是一开始找不到一个比较准的方向 对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尚瑜有跟我提到就是说 他希望这首歌能够不太像是军歌 对不对 也不像有那种很强烈的军事的那种感觉 所以是希望能够走青春阳光正能量那种感觉 对我们希望歌曲的整个呈现是活泼的 然后它可以带给人们一种不一样的印象也好 或是形象 都可以让整个节目变得更活泼 那你说这个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你当时是希望朝这个方向来走 那写完之后跟你一开始 因为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应该都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会不会有说 写完跟你当时想的是有蛮大的落差 落差大吗 这个歌落差很大 其实我们编了大概有两个版三个版 然后最后最终版四出当然是我们讨论出来是最满意的部分 然后呈现给大家看 不过我一定要说这首歌真的是引起很多共鸣 因为其实办公室同事在听这个歌在开始剪画面的时候 每个人都跟着这个节奏开始轻轻 很轻松就可以哼得起来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首歌其实还真的是 也蛮轻快 也真的是朗朗上口 那接下来还是要请上瑜 弹一下这首歌让大家再听一下 好的谢谢上瑜我们带来如此正能量的歌曲 不过大家知道这几年网路讯息越来越发达 讯息一多假的讯息也就多 常常我们的敌人会利用网路上的假讯息 影响到我们的明星士气 该怎么做要怎么样来辨别呢 接下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专家 来告诉我们如何分辨真假讯息 还有防止敌人的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其实由来已久 从有人类文明 有那个就是武装冲突开始 就已经有这种所谓心理战跟认知作战 只是当时是用比较早期的一个手法 比如说口语传播啦 或是后来出现印刷 或是大传媒体等等的 那在近代的话因为是受到这个 就是通讯科技的发展 所以就开始进入客制化时代 也就是用社群媒体来扩大它这种 就是认知作战影响的力道 那在台湾中华民国这里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面对这样的威胁 已经72年了 从1949年就是中共 他们建立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就一直说要武力解放台湾啦 然后开始进行一些心理战的 做法跟政治作战的做法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 首先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冲突 这样是一个是一个model模式 那灰色地带冲突下面又分成就是 影响力作战 再来是认知作战 接着是资讯战 再来是网络战 四大区块 也就是目前主要的部分是这样的 这整个认知作战的反制 是民主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议题 那台湾中华民国作为民主国家 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确保言论自由 就是freedom of speech 所以面对这些错假新闻的时候 我们会很谨慎地去区别 就是说言论自由 跟对国家安全危害的区别 那这样子才可以就是说 合乎比例原则的 避免说我们被认知作战所影响 民主社会有一个优点 就是面对这种错假讯息 短期的冲击会有 但是长期来讲 民主社会所具备的这种韧性 其实是可以克服这种 认知作战的危险 国军的这种新战或政治作战 其实非常重要 以往可能就是被忽略掉了 那其实从澳洲 从美国 从北约的角度来看 他们现在重新把这种新战或政治作战 这是凸显国军这个努力作为的作法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这是短片为电影之外 也包含广播系列 也包含部分的社群媒体的部分 其实它是基于一个民主国家的武装部队 也就是说不挑衅 然后不示弱情况 把国军的能量给介绍出来 那这样子的正面的一些讯息 可以去平衡那种凑夹讯息 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负责任的 那其实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 心理作战 psychological warfare 非常非常的重要 现在21世纪就是因为 微电子基础的发达 那我们可以有 那个利用就是说 一些精准弹药 也就是防空反舰飞弹 一些可以拒织 就是敌军靠近台湾的水际进行登陆 所以我们现在在 现在讲的不对称作战 或是异小博大 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逻辑的分析 并不是说我们业狼自大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可以保护自己的 一个信心的来源 面对敌人的认知作战 我们要谨慎面对 要反制敌人的心战手段 我们也可以透过正能量的文学努力 来建立民众心防 而接下来就要让大家看看 国防部义工队专业级的精彩演出 A.B.J. Girls A.B.J. Girls 在我对 Portugal A.B.J. Girls Universal 最主宗包括 även被我们期待这个 我是Dreamers 快重演 只能做好准备 一个人都很远 Dreamers 不表明全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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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过多数冒险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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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何不重演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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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踏的暴血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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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何不重演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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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多重演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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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白 天呐 这太精彩的表演了吧 我第一次看到義工隊 他們的表演 我以前以為義工隊 應該很輕鬆 沒有想到不是 而且告訴大家 他們真正的身分 不是一般的舞者 不是外面請來的 他們都是官士兵 所以吞下表演服之後 他們其實平常還要做 國防部的工作 這才是他們的正職 但聽說接下來 還有更多精彩的表演 全部都是他們自己設計的 我們再一起來看看吧 在進入下一段表演之前 其實後台也非常精彩 因為義工隊的隊員們 這時要做的事情很多 除了要忙著 在最短時間內換裝 也有人要忙著換場 所有台上會使用的道具不僅 沒有別人可以幫忙處理 就是剛剛在台上表演的隊員 要自己想辦法搞定 天啊 看到不曉得 他以為你是來到 周杰倫的演唱會 這個不輸一般大明星演唱會 我覺得他們的 真的聲光效果非常厲害 你剛剛有看到那個立方題嗎 這個轉來轉去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辦得到 但聽說很多人是到這邊 才來開始練習的 怎麼那麼厲害啊 哇塞 可以練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這個表演 花錢進來我也願意喔 義工隊真的很厲害 我們繼續來看 演出要用上的道具沒有道具般會幫忙製作 義工隊的隊員就要靠自己的雙手把木板變成美麗的道具 不管是圓的方的固定的或是活動式的 他們都無法假手他人一定都是自己想辦法完成 看得到沒有 仙女飯店 OK 雖然我是仙女 不是啦 不過這家飯店不是我開的 誰開的呢 你看義工隊有限公司 哇塞沒有想到這個飯店是義工隊開的 他們也太 哇感覺起來業績也非常的好喔 不過重點來了 這些布置都是他們設計的嗎 也是滿厲害的耶 你們要花多久的時間啊 我們今天請到了上位來為我們講解喔 主持人好 其實剛剛在台上看到我們表演所有的服裝道具 音樂還有舞蹈包含燈光音效 我們從發想一直到這樣子可以完美的時間 其實需要至少要三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的時間 我剛剛看完之後我會覺得很紓壓 是 對不對 而且感覺起來 哇靜歌熱舞表演 重點是我覺得你們的布置啊 一些這個舞台上面的設計 真的都非常的棒耶 大家都是專業的演出耶 所以你們以前就是從事可能像是 有藝人的身份嗎 還是可能有舞台設計的身份嗎 像以前有藝物藝的時候 那就是藝人啊 不管是歌手演員 都會來我們這邊就是服兵 但是因為現在是 現在沒有藝人啊 對 全志願藝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全部的志願藝 大家都有不同的專長 像是我們就有歌唱的啊 表演 這是基本的 那我們再來還有就是 讓大家更多機會來學習 像雜技 像剛剛有看到的馬戲團的節目 對 就融入了雜技在裡面 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我們的表演 除了歌唱之外 還有歌唱跳舞之外 有更多元的方式給大家 但我們剛剛看到那麼多表演啊 我們知道嘛 義工隊的重點工作 就是要慰勞國軍弟兄 那當然呢 這個全台跑透透 甚至還要去外島 人的運送來講很簡單 但是這些器材 欸 每一樣都是很大物件的 這到底要怎麼樣運送啊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所有的器材道具 我們因為我們表演 我們的任務要就是宣位的這個任務 我們遍布全台各地 每一個單位我們都 只要有申請 我們就一定會去表演 那我們除了卡車跟巴士 這樣子的人員運送之後 我們有時候會到外島離島 金門馬祖洪湖 對 對 那還有台東 我們就會以搭軍機的方式 喔 做飛機 我們把全部的器材道具 都運送上飛機 但其實大家不會覺得 就只是沒有很簡單 為什麼沒有很簡單 因為它每一個飛機 它的空間那麼大 我們的道具 每一個大小重量都不太一樣 要算才能平衡對不對 對 我們要算好 每一個的空間跟重量 然後來平衡飛機的作用 再加上人也要上去 對 再加上我們的人 全部一起上去之後 怎麼樣可以順利的起飛落地 然後把我們的任務完全執行 其實很需要考驗 大家的經驗跟默契 所以像這樣的軍機 你要裝箱 那要用什麼樣的技術 或演算的方式嗎 這是裡面最難的地方嗎 對 像我們在 我們要出發前 我們會準備一個裝骰子 我們會跟空軍 就是複蛇派軍機的這個單位 來做出奇的接洽 那我們會把我們的重量大廈 全部給它 然後我們 他們在裝的時候 我們會在旁邊做協助 話不多說 你知道 主播今天特別來 我們也就是吃素的 OK 看了人家表演之後 我們也是要有回饋的 聽說今天為了來試試看 但是什麼呢 他們還沒有給我出考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 看我的神情 有什麼難的 不過就是扯鈴嘛 怎麼歪掉了 以前國小的時候 老師不是說 扯鈴要面向自己 啊 天天天天 欸 真的很拉菜耶 你看如果啊 OK 他打結了 我也沒辦法了 如果啊 我真的加入義工隊的話啊 那個國軍弟兄 看到我這一段表演 應該會覺得很療癒吧 然後就會丟雞蛋吧 好 當然呢 我是不專業演出啦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實驗組跟對照組 請來一個專業演出的 欸 這不叫扯鈴喔 這叫培鈴 這叫培鈴 跟我們小時候 練的扯鈴不一樣對不對 但是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邊扯還邊跟我講話 那他厲害啊 這個是你以前就會了嗎 我是聚校畢業的 所以就是聚校就有學這東西 這個對他來講 應該是小case啊 不過我一直很想說 加入義工隊到底要有什麼樣的強財 你看我在這裡 現在看起來有點慌張 我好像還是不太適合做這個工作 義工隊大家身懷絕技 我們也要請來老師 欸 到底要老師幫我們講解一下 要加入義工隊 也要十八班五役 那到底要會什麼呢 老師 來救我一下啦 來了 欸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老師 老師非常美麗 而且老師據說呢 是這個白雪義工隊 第一代成員喔 但老師你覺得以前的義工隊 跟現在的義工隊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地方呢 以前的義工隊 都是義務役 然後他們役期比較長 我們訓練的時間比較長 那挑選進來的兵 都是比較 專業 有個人特殊技巧的 必須要先篩選過 可是我知道 他們現在很多人是進來才練習 對不對 對 但是現在從改型 全志願役的時候 然後並不是那麼多的人才 但是我們還是會有一些門檻 然後至少每一個人要有歌唱啊 然後舞蹈 雜技 武術 甚至於魔術 也是要有一些頂子就對了 所以你們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還是會做篩選的動作嗎 對 篩選進來之後 你會有個人的專長 但是什麼都要選 所以我們就是往前男性 所以我們就是往前男性 可以可以 我覺得可以 有年紀限制嗎 還是有年紀限制 我先告訴你 有 有 有 好啦 不過重點來了 老師你們剛剛有這個 欸 我剛剛看到我同學用立方體 很厲害耶 要不要來示範一下 來 保本 這也不是很輕耶 對不對 我也有一點媽媽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舉得起來 你們怎麼會當初設計這樣的節目啊 我們結合了一些 因為他們本身是有一些 手機圈的特殊才藝的 雜技的部分的專長 所以我們也會聘請一些 委外一些專任的特技老師 然後進來教 來做教學對不對 對 不過當然 剛剛我們製作人真的很過分喔 要我們來試試看 欸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舉起來就好 好 舉起來就好 舉起來應該可以 同學你加油 我們來看看 可不可以在這邊舉個兩個小時 好不好 好 我們節目沒有那麼長啦 哇 很厲害耶 而且剛剛就是您在表演對不對 是 這是要掌聲鼓勵 好 這個我先不示範了 因為我覺得我個人可能沒那麼在行 不過接下來呢 聽說裡面有很多人 臥虎藏龍喔 還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喔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專業團隊呢 我們一起來去看看囉 走 唱歌跳舞對義工隊的隊員來說 只是最基礎的基本功而已 對義工隊來講 他們追求的是表演不斷精進 要讓官兵們看了更有感 而現在的義工隊 也因為組織調整 人員也比過去少了許多 但為了讓精彩度不打折 他們還是不斷地往前突破 創作 製作全都一手包辦 完全展現在戰鬥力以外 堅不可摧的國防軟實力 這個就是我的麥克風啦 我現在大的車呢 就是星戰喊話車 這也是國軍戰場上 非常重要的宣傳裝備 那麼這輛車子的輸出功率呢 可以達到720瓦 也就是3公里以外的民眾呢 都可以聽得到我的星戰喊話 那麼這輛車子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你講話要慢 為什麼要慢呢 因為在戰火發生的時刻 還有在很多通訊不良的地方的時候呢 還有在戰場上 或者是在救援時刻 講話要慢 才可以清楚地傳遞訊息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用喊話車 來一趟美彩輕旅行囉 把時間交給子玲 我們剛剛拍了戰機 拍了戰車 還有拍軍艦喔 哇塞 真的是太好拍了 每一個都是網紅打卡景點喔 那現在想也知道說 我現在人在哪裡 因為我有接到一個任務喔 就是我要來台南安平這裡看德洋軍艦喔 那德洋軍艦其實真的很大 我在網路上看的時候 還感覺好像蠻小的 就沒想要來到現場 哇 非常震撼 那我也因此喔 有準備一下下一頂功夫 穿一下類似軍裝的衣服喔 好漂亮喔 欸 綠色 海軍是白色 哈哈 沒關係沒關係 這不重要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要到德洋軍艦上面喔 去看一下這些水手的故事 走 跟我走吧 來來來來 快點 GO 這裡好漂亮喔 欸 今天是邱小姐嗎 欸 對啊 你是 我是德洋艦的行銷經理 我叫賴城偉 喔 你好 你好 你是在這裡等我很久了嗎 也好 也好 剛剛到 剛剛到 所以你要帶我來參觀這個軍艦 對 沒錯 我現在要帶你來介紹我們這艘 歷史悠久的德洋軍艦 我告訴你 我有做功課好不好 我知道它是1945年在美國服役 對不對 對 沒錯 1945年開始服役 然後歷經非常多任的一個時期 然後它有參加過越戰 對 有得過戰星獎戰 那是不是應該也有 美國總統有上來過吧 對 沒錯 在1957年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的總統杜魯門 他就有登艦過 對 他算是現在台灣唯一一艘 美國總統有登艦過的軍艦喔 哇 好厲害喔 那他是什麼時候送來台灣這邊呢 在1977年的時候 他就是移交給台灣 然後就是正式在台灣 做服役的動作 一直直到2009年的時候才處役 然後再經過整理跟維護 然後才移交到我們 停放在我們現在安平港這個位置 喔 所以他大概在台灣服役多久 在台灣大概服役了 三十幾年的時間 三十幾年 那歷經幾任的艦長 對 有歷經十九任的艦長 唉唷 那蠻厲害的喔 對 對 德洋軍艦原本是美國驅逐艦 在民國66年9月23號正式成軍 同年10月1號接艦官兵107名 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美保海軍基地舉行交接儀式 民國67年1月30號抵達國門 加入戰鬥行列 民國78年進行維修工程 民國80年5月5號完成天頓演習任務 經過各階段的精準準備 德洋軍艦能防空 反水面及反潛作戰 符合現代化海戰的戰備需求 如今退役後 開放軍艦讓大家參觀 回味過去海上風光 重點是它是全國唯一的什麼 楊字號的軍艦 老楊戰艦 的博物館 對不對 還有博物館 唯一軍艦博物館 你有沒有說出來 對 唯一的軍艦博物館 對啊 這很厲害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這裡看看 那你要再帶我去哪裡參觀 對 我再帶你來 我們更精彩的地方 來一葉為你介紹 好 走 好 走 經理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艦長室 艦長室 對 沒錯 可以稍微介紹一下嗎 好的 你看到這個空間 其實這個空間是 我們純燒軍艦裡面 最大的空間 最大的 最大的 對 沒錯 這邊還可以看到 艦長他使用的一個床 所以他都睡這兒 對 他在這邊 就是休息 睡覺 對 沒錯 感覺很刻苦 對 因為船上 軍艦上他寸土寸金 其實這樣的空間 就是一個很奢侈的一個空間 這真的很小 可是已經算滿大空間 對 沒錯 而且這艘軍艦 已經有歷經十九任艦長 所以這邊有十九個艦長 在這邊休息過 喔 OK OK 那我們再去別的地方看一下 好 沒問題 好 走 請進 你怎麼亂跑 你現在在幹嘛 我要當 好海王 GO 那不是當海王的 蛤 這裡是舵房 舵房 對 這裡是舵房 你現在握的這個地方是舵輪 舵輪喔 對 它是控制船的運行方向 然後這個舵房是 整艘軍艦的心臟 所以我來到心臟沒問題吧 對不對 對 那這邊還滿厲害的 這個舵輪 好像其他地方都沒有 對 沒錯 因為現在的國軍有做一些 精進還有眼睛的改良 對 然後所以說都是 現在都是用引擎控制的 然後這個是保留以前的 就是手控的方式 來調整角度 然後定位方向 而且這邊視野非常好 對 那個玻璃 好像有點髒耶 這個是我們的防彈玻璃 其實以前的一個規格 都非常地好 它可以做一個防彈的設計 那在1945年 做這個防彈玻璃是不是 其實是真的滿厲害的 對 沒錯 有這樣子的設備跟設施器 在當時來講的空間 換機來講是非常地 先進的一個設備 我剛剛看到一個東西 這個 好像很老舊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建長椅 建長的專屬 專屬椅子是不是 那就是我專屬的椅子 對 在群中有一個俗話 是小兵做建長椅 會倒霉三年 那妳要做一下嗎 我做的會倒霉嗎 不會了 那我要做嗎 可以做可以做 我要做啊 好 先等一下好了 那這是建長椅 對 沒錯 其他人都不能做 對 其他人都不能 好 那我先欠著好了 等一下再來做 我們再去看一下其他地方 好 OK 沒問題 走 走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沒你的天 八月中午夜的陽光 都沒你耀眼 熱愛一百零五度的你 滴滴情 這位小姐請問妳現在是 我現在是首期信號啊 看不出來嗎 喔 首期信號不是這樣做的 不然呢 對 首期信號 它是一個我們國際標準的一個 信號傳遞的一個工具 那它的功用是什麼 它的功用就是主要是負責傳遞 就是對岸跟自己這邊 軍艦的一個消息的傳遞 可是這麼遠他們看得到嗎 對 所以說它有一定的公約的距離 喔 公約的距離 就是在一定的距離之後 我就要比這個首期的信號這樣子 對 對 對 在做一個信號的傳遞 喔 我們可以看到 後面這個超多的耶 很多的示範 但是真的太難了啦 這個這麼專業 我們就交給我們的 國軍弟兄就好了 對 沒錯 我們去當個稱職的網美 對 好不好 沒錯 我們就去拍拍照囉 好 走 走 沒看錯 軍艦上還有變形金剛 讓你當拍照背景 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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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拍 正帶直升機的停機坪 頓時全世界彷彿以我為中心 愛怎麼拍 就怎麼拍 今天我也有個疑問喔 是不是說登艦跟離艦 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海軍禮儀要做 對 沒錯 在我們的海軍 它有一個傳統 在登艦跟離艦的時候 都要做一個姿勢 就是向國旗艦尾 禁禮這個動作 喔 這樣子禁禮完之後 你才可以在軍艦裡面 開始參觀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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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喔 這是一個尊重啦 對不對 那我還有個疑問喔 就是我剛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們有一次 DDG 925 那個DDG是什麼意思 DDG它是我們的英文縮寫艦稱 它是我們的飛彈 驅逐艦的意思 對 DD就是驅逐艦 那G就是它具備有防空能力功能的一個代碼 所以我只要看到軍艦有G 就是代表它有防空能力就對了 對 沒錯 喔 觀眾朋友可以學起來喔 之後看到有G就知道 喔 這個軍艦很厲害喔 喔 那剛剛我們這樣走走逛逛啊 其實我也不肚餓啊 這邊有吃的嗎 有 這邊有美食 喔 這裡真的有吃的 對 有吃的 那有那個海軍傷心麵嗎 有有有 這邊有海軍傷心麵 吃的會讓你痛哭流涕 真的有這個東西 真的 那如果沒有痛哭流涕怎麼辦 那我就讓你打到痛哭流涕 欸 你自己說的有錄下來喔 錄下來喔 為陣喔 好 趕快去吃 走 走 哇 這就是海軍傷心麵 對 沒錯 這就是傳說中的海軍傷心麵 它看起來就是 麵條再加牛肉塊對不對 對 喔 是 吃起來有什麼味道 還是說比較特別的地方 你先嘗嘗看 好 我來吃看 麵條滿Q彈的 然後吃起來 其實有一股淡淡 有點微辣的感覺 可是是哪裡傷心的啊 傷心 這就是說來話常的 其實海軍傷心麵 它吃的是一個 五味雜成 五味雜成喔 對 沒錯 因為其實海軍 它在每天晚上九點的時候 是直跟跟下跟交替的一個時間 然後那時候火房就會準備 就是麵 跟那個一些麵食給大家吃 喔 可是在準備吃這時候 是哪裡會傷心的啊 就是你一邊在吃的時候 想起了架 傷心女朋友 心中當然就是五味雜成 對 因為呢 他們都是出航 大概一兩個月對不對 然後之後呢 就是你晚上在接班的時候 要吃到這一碗麵 就會很想哭 對 沒錯 喔 原來是這樣 而且你現在吃到的是 豪華版的海軍傷心麵喔 為什麼是豪華版 對 因為它是麵條 加上我們的牛肉罐頭 這個牛肉罐頭是不是 也是蠻厲害的 對 這牛肉是我們軍中才獨有的 牛肉罐頭 喔 這個很紅 這個我知道 對 它是我們的蔣總統 經國先生 每次出訪外島的時候 必點的 喔 其實它這個牛肉 還蠻入味的喔 吃起來喔 你會覺得有那個 牛肉的香氣在 對 然後它的那個紅燒味也在 對 吃起來跟這個麵這樣很搭 對 沒錯 是一個神仙級的美味 不錯吧 好吃 吃完這一碗麵 我現在口有點乾 先讓我看有沒有什麼 止渴的東西 好 那就來試試我們 軍艦上獨特的一個 蜂蜜蒟蒻特調 它這個造型非常特別 這是泡蛋嗎 對 這是泡蛋造型 剛好搭配軍艦對不對 對 這應該很受歡迎喔 對 沒錯 那除了這個口味還有別的嗎 我們還有綠精靈 綠精靈 對 它是薄荷蒟蒻口味 喔 裡面真的有那個蒟蒻在裡面 這邊除了這些美食之外 好像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對 沒錯 這邊是全台南最獨特的 關系的一個景點喔 喔 關系景點喔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看夕陽 對 沒錯 喔 那可以喝咖啡這樣看夕陽 對 喝咖啡吃甜點 然後伴隨著夕陽美景 我們現在離夕陽 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先吃東西 好 慢慢享用 然後等一下 你要請我喝咖啡喔 好 沒問題 畢竟我沒有痛苦的問題 好不好 吃完我們就去看夕陽 好 看完德陽軍艦後 能到附近漁光島走走 欣賞美麗海景 安平古堡能感受歷史痕跡 台江國家公園 探訪大自然奧秘 不能錯過的 當然還有台南的夕陽 從軍艦上看美景 波光玲玲 絕對讓你印象深刻 哇 這個夕陽真的好漂亮喔 經理真的沒有騙我耶 今天很開心來到德陽軍艦 我們知道德陽軍艦的一些功能 也知道水手們 他們在軍艦上面的一些生活情況喔 那真的他們常常出去 就是一兩個月犧牲 跟家人相聚的時間 就是要幫我們保家衛國 所以我們現在才能安居樂業 那民眾們看到他們的時候 要跟他們說真的辛苦你們了 因為有你們 我們現在才可以這麼的生活安逸喔 真的是太謝謝他們了 而今天的輕旅行 我們也成功囉 下次大家來台南玩 記得來德陽軍艦這邊看看囉 能戰全明星世界開播至今已經三年了 為了感謝鐵粉們的力挺 第一場能戰實體見面會 能戰嘉年華 首度在台北華山藝文特區舉行 有各式的體驗攤位 讓大小朋友們能更認識國軍 台上也有各項表演 更有能戰特派員來分享 拍攝過程的心情 一整天的活動有上萬民眾參與 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安排 讓民眾能認識國軍 支持國防 好可怕喔 哇 能戰全明星世界 三年來求新求變 我們努力突破軍事節目的框架 用新的角度讓大家認識國防 認同國軍 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 為國軍做記錄寫歷史 感謝你的收看能戰全明星世界 我是雙主金 我們再會 在眼陽致熱之下 在眼陽致熱之下 自信不会被融化 汗水让每一个人成长 余生无拘来强大 咬紧牙关不惧怕 奋斗让生命渐渐茁壮 有时多不用想太多就放手一搏 流的泪总将会化成一刀彩虹 追逐把梦就在那 就让我们一起大声地唱我 这想到达的地方是你许下的愿望 这一刻别再挥霍 用尽全力也要找你奔向我 没什么好闪躲 每一次收获 都能成为个美好的我 时间不愿地停留 错过就折的错过 把握着每一次的感动 还记得你对我说 不会再轻言软弱 青春就这一次别白活 有时候不用想太多就放手一搏 流的泪总将会化成一刀彩虹 追逐把梦就在那 就让我们一起大声地唱我 最想到达的地方是你许下的愿望 这一刻别再挥霍 这一刻别再挥霍 用尽全力也要找你奔向我 没什么好闪躲 每一次收获 都能成为个美好的我 追逐把梦就在那 就让我们一起大声地唱我 最想到达的地方是你许下的愿望 这一刻别再挥霍 用尽全力也要找你奔向 没什么好闪躲 每一次收获 每一次感动 都能成为个美好的我 再一次 记得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